新疆伊犁过去就有着再上江南的称号 花了50年的时间 现在呢终于跟法国的普罗旺斯 日本北海道富良也 还有俄罗斯的高加索 并列为全球薰衣草四大产地之一 好我们就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造就花海经济 靠着薰衣草致富 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 和远处的天山遥相互印 这里是新疆的伊犁河谷 俗称赛上江南 新疆伊犁河谷 世界四大薰衣草主产区之一 产量占全大陆的97% 每年5月底到6月初 进入盛开期 美不慎收 6月来到新疆伊犁 这儿的人呢一定会告诉你 有一种美丽千万不要错过 那就是像我身边这样的薰衣草花海 人走在这儿就真的如同置身花的海洋 壮观 绚丽 遍野芬芳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伊犁河谷 众多的薰衣草花田当中的一部分 整个河谷的薰衣草种植面积 现在已经超过了五万亩 网站上看得多嘛 普罗旺斯那样向往的 首先 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 也能感觉能找到那样子的一点点感觉吧 新疆伊犁跟法国普罗旺斯 日本富良也唯独接近 气候适合种植薰衣草 最早从1960年代发展薰衣草种植 经过多年的研发 比起其他的产区 花期更长 往年到7月份以后 游客已经不来看薰衣草了 但是自从我们去年 我们延长这种花 它的花期呢 它是从7月份可以从来达到9月份 这样的话就延长了花期的寿命 40亩 那么游客来呢 他就络绎不绝地过来观赏 每天我的人流量 你像平常的从周一到周五 最少3000人 周六和周日都达到6000人 花田里满市游客 摆pose自拍 薰衣草不仅好看 还具有芳疗要用价值 要把那个花采摘下来 采摘之后呢 放到这个旋转这发衣里面 之后经过加热高温 通过这个冷凝管 冷凝下来就产生精油 现在出来的是粗油 我们后期还有精神加工 薰衣草花瓣经过蒸柳萃取后 黄澄澄的薰衣草粗油 还有薰衣草原液 是化妆品保养品的原料 薰衣草粗油经过二次的提炼 成为百分之百的精油 或者是单方精油 精油调配便可以制成 有美白淡斑功能的护肤品 而使用二氧化碳 萃取法的薰衣草精油 香气更浓烈 装在萃取斧 工作的时候 它有二氧化碳的特性 让二氧化碳和薰衣草精油 继续分离 分离完之后 可以从这个地方 出来薰衣草精油 萃取完精油 在它的花瓣里面的香气 它还能保留一部分 还可以重复使用 一里一当地业者 每年都会邀请法国的 调香师设计配方 做成香氛水 妇芳精油等产品 中端产品的销售 每年的增长率超过50% 我们这个产业 还是增长趋势 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精油提炼 薰衣草花材 精油干燥杀菌灭虫之后 可以做成香氛枕头 香皂香包五花八门的产品 当地业者发现 1960年代 一里市种薰衣草成功之后 一直是以输出国外的 原材料出口为主 直到2000年 欧美的美妆保养大牌 进军大陆市场 内需的市场也兴起了 人均消费提高 从农业转型到 加工业的契机也来临 而目前薰衣草 加工产业开始标速发展 截至2018年 薰衣草的精油 年产量约350万吨 而粗估加工品的市值 约22亿人民币 同时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 我叫张灵丽 我现在开播了 这是我的薰衣草产品店 给你们都看看 我们的产品特别多 品类也非常多 村民变成美妆的直播主 开设了薰衣草专卖店 同时也是直播间 而旅游望尽时 这间实体店的收入 每个月可以达到 约台币12万元 以前和现在 直接就是两个变化 现在就是可以说是达到小 炉水平了 每家每户都有小车了 而且有两套房子 就是到了夏天 就是住平房 到了冬天 就是住楼房 我们这儿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当地村民经营专卖店 农家乐 甚至还吸引外地人创业 来自广州的设计师 看好伊犁的薰衣草旅游产业 投资开民宿 在五一长假前行 忙着整理接订单 而伊犁的薰衣草产业 不仅只是原料工艺 延伸到加工 旅游 赏花经济 迈向多元化 GVBS新闻综合报导